我只能說 哪一天真的分開一定會跟大家講 不用猜測 對 六位禮異夫妻黨語圈內囚友們 共同參加供應羽球賽開球儀式 日前被傳婚變消息的兩人 首度同況也不免讓人關心此事 這兩人好像有透露說 有把離婚協議書放在家裡這件事情 沒有 那就是上一次優拜杯的時候 開玩笑說夫妻不要同一組 打完有可能會離婚這樣子而已 那是開玩笑的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 所以兩個人感情現在狀況到底 就老夫老妻啊 現在有沒有生活上 沒有什麼比較多溝通 溝通 小孩子吧 對 就小孩子 對對對 因為兩個人對於小孩的 可能有些習慣會不大一樣啦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有時候會 比較多溝通的部分在這邊這樣 有沒有覺得一直傳出這樣 魂變傳言 覺得很無奈啊 或是心情怎麼樣 只能說代表我們還在線上 大家還蠻關心的 真的 你會現在住在一起嗎 一直都有住在一起啊 對啊 一直都住在一起 但你比較少見 少見 因為工作嗎 因為他要去台中 每個禮拜去台中 要去小琉球 然後又有外景 就是我到處跑啦 所以就是 我真的在家 時間也比較不多啦 然後但是 我覺得蠻好笑的是 我們那個 你們那個新聞下面 我們的那個警衛還留言說 就是他每天都看到我們 警衛啊 然後鄰居啊 因為鄰居陳熙峰嘛 他說你們需要那個 募集證人嗎 然後因為那個 修心者的經紀人 住我們家對面 他說你請媒體來問我就好啦 對啊 重點就是我們兩個 真的都是很真實的一對夫妻 所以也沒在演 如果真的不好就會不好 真的 對 就是跟大家講這樣子 所以就是大家不用擔心 謝謝各位 另外近日在泰國 吸食大麻被帶的孫安座 成為討論焦點 出席通常活動的大牙 也聊起對他的印象 對他的印象 就是一個很熱愛運動的海灶 對 但又要再去說 那泰國獎的事 有些 因為這兩天的反面都是他 我覺得就是 他可能應該要找 適合發洩他自己情緒的一些 正當的運動 如果之後有小朋友的話 在教導上 你說我的小朋友 對 你有小朋友 我讓他拿去 你們不要給我這些壓力好不好 我肚子就不那麼珍惜 你是愛的教育型的嗎 我可能不是 好 虎媽 好 虎媽 有什麼想發洩的事情嗎 最近我覺得多多少少 就是人生中 還是會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不管是跟老公吵架 或是跟朋友有一些 不愉快的那種小情緒 我覺得都可以在 運動的時候發洩掉 不然老闆娘 是不是在工作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面子 就是我覺得 現在不能跟老公同一隊 對 不能同一吵架 沒錯 所以我今天的隊友 也不是我老公 對 我們兩個是 我們兩個今天 有一席隊打一場 怎麼這麼勇敢 會為十幾年的黑社會 都算見面了 與多年老友 球場相聚私下 就是希望能在忙碌的生活中 有健康管道可以抒發壓力啦 完全人的傳聞成張樹薇 才能發報道 完全人的傳聞成張樹薇 才能發報道喔 完全人的傳聞成張樹薇